凡人一修道 古今中外 是一个道理 没有例外的 总不明 无来障碍 上一次 这一个月前 大尔文有一位居士来看我 他是菲律宾人 不会讲话语 他修订 丁中 有许多境界 特别来告诉我 这个世界又在哪 这个世界 百分之八十五都是妖母 我告诉他 我清楚 我明了 百分之八十五是母 这句话的意思很深 真正懂得的人不懂 百分之八十五是怎么说法的 我们自己的身心 不是外头境界 我们自己的身心 百分之八十五是母 你懂吗 佛在八大人绝经上就说到了 五因是母 我们这个身是五因身 色受想行识 五因身 烦恼是母 沉沙烦恼 剑丝烦恼 无名烦恼 烦恼是母 我们仔细想一想 这两大类 占到我们整个身心的比例 不止八分之八十五 外面的魔 是天魔 天魔是什么呢 是将诱惑 五遇六成的诱惑 也超过百分之八十五 修行难了 你为什么会受诱惑 在我听到这些讯息 一点都不感觉的奇怪 内魔跟外魔交感 自自然然 你就堕落了 和别听到这些讯息